我一世纪 他的一生 完美了我 我想继续带领您一起分享 来自克里斯牧师 花语的史记 我们今天将要分享的主题是 为迷失的灵魂而战 开篇经文来自格伦德后书四章三至四节 经上说 如果我们的福音是隐秘的 也是对待灭亡之人所隐秘的 他们的心眼被这世代的神弄瞎了 叫他们不信 免得神的像 基督荣耀的福音的光照在他们身上 格伦德后书四章三至四节 新英王清定本旨意 说到赢得灵魂 我们必须认识到 我们正在进行一场征战 使徒保罗称其为美好信心的帐 因为有邪恶至极的灵 使徒阻止人们精力救赎 如果罪人不接受福音 不是因为我们的福音难度或灰色 而是因为撒旦蒙蔽了他们的心智 这就是我们在开篇经文中所读到的 撒旦正在积极地阻挠他们理解和接受真理 这就是我们必须为他们带导的原因 赢得灵魂不仅仅是把基督告诉别人 也包括了我们在祷告中的挣扎 即使当他们听到并接受了我们的信心 撒旦也会改变策略 主爱他们在基督里的成长和进步 试图主爱他们的树林成熟的旅程 我们应该怎么做 战斗 我们在祷告中为他们的灵魂挣扎 这是人想起保罗在加勒泰书四章十九节中所说的话 我的小孩子们啊 我为你们再受生产的挣扎 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里面 加勒泰书四章十九节 这就是为了灵魂挣扎 你热切地祷告 打破主爱他们灵性成长和进步的每一个主爱 当他们在恩典和对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认识中成长时 他们对圣灵事物的渴望就会在他们心中持续 当你去各地传福音时 请牢记这些 常常打告 让那些听到你所分享信息的人 带着信心来领受 并摧毁撒旦的捆绑和欺骗 阿们 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 亲爱的天父 我感谢你把这个神圣的任务托付给我 把永生的信息分享给我周围和远方的人 我对失散的灵魂充满了深深的热情 我断言你荣耀福音的光辉灿烂的照耀在失散者的心中 我宣告 我宣告这光摧毁了宗教束缚的锁链 驱散了黑暗 在耶稣的名里带来自由和救赎 阿们 我们今天的参考经文如下 哥伦多前书三章六节 哥伦多前书五章十八至十九节 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九至二十节 哈利路亚 主内平安 这本美人灵修话语的实际 现在已经有七千多种语言一本 荣耀归于神 如果你有兴趣与我们合作 在这最后的日子里将福音传到地级 请通过这个电子邮件与我们联系吧 亲爱的 我们相信你已经从这本书得了祝福 我们邀请你 让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 请祷告 主神啊 我全心相信 永生 神的儿子 耶稣基督 我相信他 为我而死 神又使他 从死里复活 我相信他 今天活着 我口里承认 从今天开始 耶稣基督 就是我生命的主 接着他 并他的圣名 我重生了 拥有永生 主我感谢你 拯救了我的灵魂 现在我是神的儿女了 哈利路亚 恭喜你 现在你是神的儿女了 我们邀请你 接着每天 领受神的道 全年享受 神荣耀的同在 和胜利 我们爱你们 神祝福你们 请通过以下方式 以我们联系吧 祝大家一个美好的一天 我们明天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